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我是刘姐 今天用香蕉搭配两个鸡蛋给大家分享道美食 外叔李诺,孩子特别爱吃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随便一把香蕉,掰下六个 然后把掰下的香蕉切段 一个香蕉分成三段 切好后,再将香蕉的皮剥掉 然后放入碗中 再取一个碗,打入两颗鸡蛋 打散 然后将一半的鸡蛋液倒入香蕉碗里 然后再搅拌均匀,让香蕉均匀的裹上鸡蛋液 然后再加入一勺糯米粉 搅拌均匀 让香蕉在均匀的裹上一层糯米粉 然后再将剩余的鸡蛋液浇在香蕉上 然后再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准备一颗盘子,放上面包糠 然后再把香蕉放入面包糠里 让香蕉再均匀的裹上面包糠 剥好后,摆入盘中备用 起锅烧油 油为母乘热,下入香蕉 中火慢炸 中间不停地翻动,让它受热均匀 炸至香蕉表皮金黄酥脆,控油捞出 全程需要三分钟 然后装入盘中 再撒上白糖或者椰蓉 这样一道蒙的脆皮香蕉就做好了 表皮酥脆,里面软弱香甜 温热的香蕉,孩子吃了也不担心受凉 孩子也特别的爱吃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